父亲 自我受伤以来 队中无场机营地 队员增破山 就是因为我不能飞 在新婚之日升空阵亡 妻子也为她殉情 我还能苟活一生吗 贤侄 我看你心事重重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伯父 伯母 之前我跟海棠 算是解除了婚约 可仍然走到了一起 承蒙伯父伯母 不嫌弃我病痒痒的 也从未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可是接下来我要做的决定 如果不向伯父伯母明示 我心中有愧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打算做手术 取出子弹 贤侄 我医学界有几个朋友 据我所知 不是 现在这场手术不成熟 如果手术失败的话 轻则瘫痪 重则 那可就是有生命危险啊 张琪 那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呀 这病慢慢养总会好的 对 你伯母说得对 你还年轻 这慢慢可以恢复的呀 好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海棠 而去冒着生命危险 做这个手术的话 我是不赞成的 其实啊 说句自私的心里话 你不能飞 我们俩反而更安心一些 你伯母说的 也是我的想法 是吗 贤侄啊 身体发福 受治父母 伯父 这件事情 请一定向我父亲保密 做这个决定 我已经深思熟虑了 可家国破碎 清朝之下焉有顽暖 军人许国 是我这辈子的使命 可是 我真的不想让海棠 像原因那样 我真的不想让海棠 怎么了 又难受了 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贤侄啊 如果你执意要做这个手术 必须先禀明你的父亲 这事不能瞒着他 是啊 我心里最放不下的 第一位便是我父亲 可自古忠孝两难全 不能对家人尽销 张其有愧 所以我才一直瞒着他们 可即使我不在了 我还有哥哥姐姐能照顾他们 至于海棠 倘若我醒不过来 还请伯父伯母 多陪伴他 帮他开始新的生活 我听明白了 你做这个手术 主要 想把身体恢复好 重新 能够驾驶飞机 保家未夺 想法是好的 但是 贤侄啊 你能不能反过来 替我们这些 做父母的想一想 少爷 来了 老爷在上面等你 父亲 真的是您 这天乔说您明天来 我还说去接您呢 杰儿 你受伤是两年前的事吧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这么憔悴 对 怎么回事 父亲 我没事 回家 夹选第三条 和第五条 夹选第三条 存身惜名 不领亲友 第五条 不领亲友 上次报过针 下次造假之德 来 起来 坐 好 你还记得 那我问你 身体发肤 守之于父母 不可回伤 这是孝之根本 你是怎么做的 还有 你可知道 什么是造假之德吗 自从你 去美国上军校 我和你爷爷 以及全家 都非常地担心你 但我们知道 你出去求学 是为了报效国家 所以 我们没有打招过你吧 后来 你回国参加了空军 我也只能跟丁幻生 打电话 了解一些 关于你的情况 换生牺牲以后 是曾家的那个孩子 念桥 是他写信 替你报平安 你知道吗 你爷爷拿到信 就会一遍又一遍 反复地看 看很长时间 然后在那儿发呆 最后 他还是装作 若无其事的样子 让我们不要去打搅你 但你呢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你依奉家书都不谢 为了什么 父亲 祖国满目创意 孩儿自离家之日起 便报定许国之幸 不许家书 是想让家中之人 渐渐忘了孩儿的存在 即使哪一天不在了 也不用过于伤心 幼稚 你 你以为你不写信 家里人就会把你忘了 孤肉连心哪 这回更加担心你 你知道吗 孩子 你已经被国尽了众 现在烙了一身的伤病 不可再图英雄的续命 更不能以身试险 我告诉你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 救不了 现在这个 风雨飘摇的国家 父亲 我在新智报上看到 您向御门尤田提供了炼油设备 为战机提供燃油 救国报国也是您的愿望 您为什么不让我去替您实现 这些愿望呢 救国报国有多种方式 不一定非要以身许国呀 我已经跟你们的 唐教委长说过了 我可以再捐两架 新式的俄国战机 但是你 必须要退役 父亲 父亲 自我受伤以来 队中五场机营地 队员增破山 就是因为我不能飞 在新婚之日升空阵亡 妻子也为她殉情 我还能够活一生吗 这是航委会的批示 批准你退役 我也签字了 教育长 我申请以掌机身份代队升空 请教长批准 升空 你非得了吗 我去做子弹取出手术 术后我一定可以升空的 做什么手术啊 这两三年你做了无数次手术 你能站在这儿已经是奇迹了 听话 跟你父亲回去吧 你作为军人 已经尽到了军人的责任 好好回去过平平安安 太平的生活 世间都没太平 我怎么能独享太平呢 这个手术我必须要做 取出子弹以后 我就可以重新回到蓝天 带领我的中队 重新遇敌了